2024龙年春节联欢晚会终于在万众期待中落下帷幕 从捧腹大笑到脚趾抠地不得不说春晚小品是一年不如一年好看 酒还是沉得香 大众不禁怀念起那些曾经在春晚舞台上留下无数经典瞬间的喜剧大师们 黄金搭档陈佩斯和朱石茂 1984年第一次登上春晚的陈佩斯和朱石茂 凭借小品吃面条一炮走红 尽管他们的道具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双筷子和一个碗 但陈佩斯在表演吃面时将生活场景演绎的诙谐有趣 一会儿像恶汉一样大口吞咽 一会儿又饱格连连 唯妙唯笑 1986年的羊肉串中 陈佩斯以围族造型亮相 假胡子 心讲小貌和烫嘴的普通话 他的演绎引发观众阵阵笑声 欢乐之余也在传递一个为人要诚实守信 不然就会自食恶果的朴素道理 在1989年胡椒面中 仪容整洁的朱石茂 与粗犷不羁的陈佩斯 在餐厅里上演了一出滑稽戏 这部小品几乎不依赖于对话 而是通过抢夺一罐胡椒面来推动剧情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0年的主角与配角 这部小品通过幽默的对白和搞笑的情节 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反思人生 这是两人将肢体语言和台词结合最为精妙的一部作品 堪称经典 陈佩斯和朱石茂这对黄金搭档 一个正气凛然 一个邪魅十足 一个俊朗帅气 一个则相貌平平 一稳重一搞笑 一端庄一挥血 形象与性格的反差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让他们的小品表演在八十九十年代独领风骚 陈佩斯和朱石茂与央视的产权纠纷 成为了他们演艺生涯的转折点 观众对他们退出春晚舞台 深感惋惜 后来陈佩斯专注于话剧创作 先后做出了托儿 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等优秀作品 每一部都幽默搞笑 展现出他追求自由的艺术风格 朱石茂下海从商 成为生意兴隆的大老板 在退休后 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发挥娱乐 独特魅力 尤本昌 1984年春晚 来自中央实验话剧团的尤本昌 在春晚舞台上表演雅剧林育人 他当时穿着流行的宽腿戏服 头发梳成大分头 油光发亮 不言不语 却透过夸张的肢体语言 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表演给读者看 他叙事感极强的无声表演 颇得国外墨剧的真传 形态与动作传神到位 让人不禁想到喜剧大师卓别林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下 1983年春晚喜剧小品 RQ的独白的表演者严顺开 正是由本昌老师的徒弟 节目一夜之间走红 使他成为了亿万观众心中的明星 也让技工剧组 邀请他出演技工这一角色 跑了半辈子龙套的由本昌 终于得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男主角 1987年 由本昌再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为观众呈现了小品孙二娘开店 将戏曲与小品相互交融 获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和喜爱 1988年的春晚 由本昌和赵丽荣 在急诊中相遇 一个志愿者 一个老太太 通过简短对话 深入浅出地解析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由本昌老师 后来未在登上春晚舞台 但他在电视剧繁花中的精彩表现 让他在晚年再次焕发光芒 由本昌扮演的夜书 这个角色 《伤海浮沉几十载》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 都饱含着岁月的痕迹 让人感受到角色 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 用艺术教化群众 使有本昌的创作理念 也是大家最敬佩他的地方 妙趣恒生 赵丽荣 1988年的《小品急诊》 是赵丽荣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他凭借出色的表演技巧 和独特的唐山画 成功塑造了溺爱孩子的奶奶形象 让观众记住了这个慈祥可爱的老太太 从此 赵丽荣就成了春晚舞台的常客 1989年 赵丽荣和侯耀文 为观众带来小品 英雄母亲的一天 赵丽荣的精湛表演 是作品取得良好效果的保障 多年过去 司马刚杂光这句经典台词 依然在人们心中回响 成为了无法忘怀的经典 在1996年的《小品打工奇遇》中 赵丽荣和龚汉林 演绎了一位农村老太太 到大酒楼打工的幽默故事 小品中的精彩片段 就是那段对唱 宫廷玉叶酒 181杯 这酒怎么样 听我给你吹 小品是真好看 台词更成为经典 此后十几年 大家闲暇时说上几句经典台词 乐呵乐呵 关键时刻 还能辨别境外势力 2019年8月 一条关于警方破获间谍案的消息传播开来 成为了热搜焦点 一名伪装成北方人的间谍 在社交媒体上 被网友发现破绽 起因是 网友问到宫廷玉叶酒的下一句时 他答不出来 导致其真实身份被揭穿 最终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由此可见 赵丽荣的作品是多么深入人心 还有如此包装 这部作品里 赵老师硬是把评剧唱成了rap 把土里土气的老太太 打扮成了国际化的大明星 惊艳了所有观众 在1999年这届春晚上 赵丽荣已经被诊断出癌症晚期 身体状况严重恶化 但是他还是咬牙出演了老将出马 在这部小品中 赵丽荣首次引入了英文台词 点头yes摇头no 来是come去是go 要打招呼喊hello 2000年小品女皇结束了她波折辉煌的一生 时至今日大家都在深深思念着她 喜剧之神赵本山 1990年赵本山与黄小娟合作的小品相亲 通过淳朴的农民形象和独特的喜剧风格 火爆大江南北 他让乡土题材走入观众的视野 更让一个其貌不扬的东北农民赵本山 揭开了霸平春晚舞台20年的帷幕 赵本山的作品贴近百姓走进生活 因此她的每一次出场都能迎来大家的叫好声 而她的作品更是质量的保障 1991年赵本山和杨磊搭档表演了小九老乐 在这部作品中 赵本山走到观众中搭讪了毕福建 是唯一一次走下舞台进行表演 她生动演绎了一个怕老婆的男人 当被别人说怕老婆时 她觉得颜面扫地 但是她用一句经典台词 怕就是爱 爱就是怕成功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彰显了男人的魅力 在1999年的春晚小品 昨天 今天 明天中 赵本山和宋丹丹的精彩演绎令人叹为观止 赵本山通过独特的肢体语言 如缩间压下巴 并腿坐等 将东北小老头的形象刻画得入目三分 作品回顾数十年的社会变迁 有着特殊的时代印记 是白云黑土系列的首部作品 具有开创性 2001年春晚小品卖拐三部曲 由赵本山 范伟 高秀敏联手合作 讲述了一个卖拐账的故事 充满了黑色喜剧元素 被誉为中国小品的巅峰之作 卖拐中的经典台词 至今仍被广大网友津津乐道 诸如有这些足够了 还要啥自行车 我还没有呢 你要啥自行车啊 等语句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被网友们广泛引用和传播 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前 以赵本山 小沈阳 鸦旦领衔主演 其中台词眼睛一闭 一正 一天过去了 还用眼睛一闭 不正 这辈子就过去了 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本山连续上了20多次春晚舞台 从最早的婚恋生活相亲 《我想有个家》 到反映社会问题的牛大叔提干 再到铁三角的卖拐三部曲 与宋丹丹主演的白云黑土系列 他不断推出新颖的小品题材 为观众带来欢笑与思考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 2013年正式宣布退出春晚舞台 赵本山成为了几代观众记忆中的小品之王 回血逗趣 宋丹丹 1989年 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宋丹丹 为请来就场 临时参演小品《懒汉相亲》 一夜成名 他身穿花棉袄 头戴绿围巾 用娇汉的发音和扭捏的姿态 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俺叫魏淑芬 女 29岁 至今魏 这一幕令人难以忘怀 真正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小品 是他与黄红在1990年合作的超生游击队 这个小品讲述了一对夫妻 为躲避计划生育而不断搬家的故事 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 分别叫做海南岛 吐鲁番 少林寺 正在考虑给第四个孩子取名为北戴河 当宋丹丹用他浓重的东北口音 吐槽孩子的名字时 神态机灵让观众捧富 1999年 宋丹丹与赵本山的搭档演出 昨天 今天 明天 塑造了白云和黑土 这一对深入人心的角色 他们的人设非常接地气 一个是口齿伶俐 但内心温柔的东北老太太 一个是忠厚老师 有点耸但极度宠爱妻子的东北老头 无论是他们一唱一和的合作 还是互相对立的争论 都能引发观众的欢乐和喜爱 2000年 赵本山的小品《终点宫》 讲述了一个空巢老人 渴求亲情关爱的故事 而那个为大哥提供关爱唠嗑的终点宫 就是宋丹丹 宋丹丹一出场 便以一段诙谐的顺口溜 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有人花钱吃喝 有人花钱点歌 有人花钱按摩 有人花钱故我陪人唠嗑 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舍不得离开电视屏幕 宋丹丹丹与赵本山的合作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他们之间的默契 使肢体语言与台词节奏完美结合 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喜剧的魅力 在2006年的《小品》说事中 赵本山扮演一位老中医 但在表演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失误 导致气氛变得尴尬 正当此时 宋丹丹轻拍赵本山的肩膀 提醒他不要紧张 继续表演 这个简单动作 巧妙地掩盖了失误 让观众没有察觉 宋丹丹的机制和应变能力 令人敬佩 从1989年到2008年 宋丹丹一共上了十次春晚 九次拿到《小品》类一等奖 2020年 他和张国立等人一起表演歌舞《春朝送》 他表示 以后不会再上春晚 到了观风景的年龄了 机智犀利 蔡明 蔡明被誉为《小品女王》 从1993年开始 她先后28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她的表演搭档 也从郭达到月云鹏到攀长江 换了无数茶 而她在表演上 也在不断进行着各种尝试 1996年 蔡明和郭达一起演出的小品 《机器人巨画》 是一部极具前瞻性的作品 蔡明在其中 饰演了一位智能机器人 完美呈现了90年代人们 对人工智能的憧憬 在与郭达的合作中 蔡明展现了出色的表演技巧 当郭达切换按键时 蔡明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 她机械的肢体语言 和多变的语音语调 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了惊喜 大家至今都还记得 其中的一些经典台词 你长得像蔡明 干脆叫你菜花吧 你们人类真虚伪 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的了 2013年 蔡明开始专注于 扮演毒蛇老太太的角色 坐在轮椅上 用犀利的言词 让众人无言以对 在《小品想跳就跳》中 蔡明为观众奉献了经典语录 生命在于静止 你看王八都活多少年了 据2024年春晚小品预测 蔡明和潘长江即将再度联手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新进校将 开心麻花 在新一代的喜剧演员中 沈腾和玛丽组成的神马组合 无疑是观众最喜爱的 在2012年的《小品今天的幸福》中 沈腾扮演了好见这一角色 为了安抚患有近况综合症的妻子 他甚至请来挚友 一同演绎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穿越戏码 这一创意 使他在小品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沈腾的小品不仅充满了欢笑 更重要的是 他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小品福不福》中 沈腾就欲见摔倒老人 应否搀扶这一题 给出了深入的见解 人虽然可以浮起 但如果人心都倒下了 那才是最可怕的 在《小品投其所好》中 沈腾和玛丽为了升职各种拍马屁 塑造了阿鱼奉承 不务正业的形象 作品饱含讽刺 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 也能陷入深思 这个故事取材于现实社会 沈腾和玛丽之间的对手戏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乒乓球比赛 不断产生出新的笑料和火花 沈腾的肢体语言和幽默表情 总能轻易逗笑观众 而玛丽的魔性笑声 则是他的标志 营造出一种荒诞而有趣的喜剧氛围 可惜的是 龙年春晚上 二人的表现并不是很出彩 节目寒涉不寒 更是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 他们来年再接再厉 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2》 和《玛丽主演》的《第20条》 都将在大年初一上映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购票了 曾经春晚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节目 除夕不管有多忙 一到八点必定会打开电视机 即便是听声音也是满足 而语言类节目 更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那时只要春晚一播出 就会带起一波流行雨或者热梗 而如今 这些年总有人不断唱衰春晚小品 其实不是小品没落了 也不是观众不爱看小品了 而是春晚的小品往往缺乏创新 它们仍然依赖于过时的人物和故事 许多作品没有与时俱进 缺乏生活气息 让人尴尬的脚趾抓地 希望新生代的演员们 能够像那些老艺术家一样 用心创作 呈现出真正有价值 有心意的作品 只要认真投入 不忘初心 满满的诚意 观众们是能够感受的 我们的小品也能迎来璀璨的明天 大家觉得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好